南沙是广州重要的经济增长级 2022年对于南沙来说 注定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南沙方案的公布 让粤稿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在南沙频频上演 南沙这颗湾区之心 以更强有力的波动面向世界 南沙方案提出强化粤稿科技联合创新 过去半年 南沙加速布局建设新陈大海 加快推进南沙科学城 中科院明珠科学园等科创载体建设 推出科创十条 元宇宙九条等政策 不断优化科创生态链 着力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有超过90个向科大和海外的老师 依托后云诺年纪院 为大湾区 包括整个大陆的企业 提供官技术研发和技术合作 把广州好的科创资源 比如广州操算 辐射到港澳和海外 南沙港四溪自动化码头 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冷链项目 相继投入使用 以海而生 向海而行 南沙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我们已经推出了这个一个智慧海关建设 我们也运用了智慧审图 还有这个查验辅助机器人等一些智慧的监管手段 同时呢也应用进一步的深化应用国际单一窗口的一个对接 实现了和企业港口多方系统的联动 实现我们通关全数据的信息化 实现24小时 这个全天候的一个通关 那么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通关效能 也实现为我们的港口运作 实现无缝对接 推进湾区一港通模式 将我们这个南沙港和这些内核码头 实现两港一体化运作 南沙港澳青年武乐服务中心启动 新十条发布 港科大广州开学 一项接一项的利好措施 让南沙具备了新人才的强磁场 来到南沙之后 发现了其实南沙的地方 确实同我之前遇上的一样 是一种未来之城 充满着一些发展的机遇 令到我对于自己未来 深根南沙和南沙安居落叶 也都有更强的信心 希望自己未来 也都可以和南沙共成长 也都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 令到我们这个中国制造 可以走向世界 南沙方案公布以来 众多的利好政策 在不断地出台 可见的高端的要素 正在不断地汇聚南沙 南沙的发展 应该来说 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 下一步 我们要把南沙 放在整个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的 大战略当中去理解它 也就是通过南沙的建设 形成国内和国外市场 两种资源的统筹和结合 推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以及中国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上的 进一步地对外开放